好 那我们接下来宣布 我们新增了9例的确诊 廉价第二天又新增9名确诊 境外移入7例 本土感染2例 他们共累计348名确诊 从2名本土案例 1名案343 遭到从美国返台 已经确诊的先生传染 而另一名则是因为 跟前一天确诊的社区女保全 有接触因此染病 应该是附近的一个住户 互相接触 而且有口罩 他们两个人都没有戴口罩的状况 据老姐算案347 并不是社区大楼住户 但曾经在3月19号与27号 与团购两次接触女保全 并且交谈时未戴口罩 因此遭到感染 让爆发社区感染的可能性 大幅增加 社区的消毒 或者就是说有出国死 或是有呼吸道的病死 还有接触死 我们都用适当的方式 来做相关的厘清 他们两个加起来总共142人 目前有检验中的有6位 指揮中心全面进行疫调 继续防堵本土爆发大规模社区感染 不过目前确诊案例还是以境外移入占多数 澳捷团17人就有高达6名确诊1人死亡 甚至还有两名肺部出现净润跟出现许多非典型症状 引发外界关注 团队真的也让大家都蛮担忧的 所以对这些比较群序比较厉害的 我们还是会扩大它的筛检跟追踪的一个时间 这个病毒它就一直变 所以我们开始有发烧 又有这个呼吸道的症状 后来我们会发现说 它是单独存在都有这样的可能性 一方面查出所有确诊病例的接触室 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国内防疫措施 双美首长联手喊话 呼吁中央下令搭乘公车跟捷运要戴口罩 而指挥中心也决定定出统一规范 3000到15000 但开始我们还是有意劝导 劝导不听我们就会开罚3000到15000 为了搭乘大众交通没戴口罩 最高可开罚15000元 让各地政府的规范不再没有法源依据 关于新闻呈现杨志玉台北报道